阿拉伯帝国是世界历史上一个辉煌而独特的帝国 其兴起和发展对世界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阿拉伯帝国经历了三个主要时期 分别是拉帕拉比军事统一 沃玛亚王朝和阿巴斯王朝时期 其中沃玛亚王朝和阿巴斯王朝 是阿拉伯帝国历史上两个最为重要的王朝 公元七世纪初 阿拉伯半岛上的伊斯兰教迅速传播 穆斯林领袖穆罕默德领导下的穆斯林军队不断扩张领土 在拉帕拉比的领导下 阿拉伯帝国逐渐统一了整个阿拉伯半岛 打破了以前分裂的局面 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沃玛亚王朝是阿拉伯帝国的第一个王朝 成立于公元661年 在沃玛亚王朝的统治下 阿拉伯帝国进一步扩张领土 征服了波斯埃及北非等地 形成了辽阔的疆域 沃玛亚王朝是阿拉伯帝国最辉煌的时期 也是伊斯兰教文化繁荣的时期 阿巴斯王朝是阿拉伯帝国的第二个王朝 成立于公元750年 阿巴斯王朝推翻了沃玛亚王朝的统治 建立了新的王朝 在阿巴斯王朝的统治下 阿拉伯帝国继续扩张领土 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之一 阿巴斯王朝也是阿拉伯帝国文化和学问发展的黄金时期 沃玛亚王朝由穆阿维亲王 沃玛亚于公元661年建立 他是穆罕默德的亲属和支持者 在沃玛亚的领导下 阿拉伯帝国逐渐稳固 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的各个部落 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 沃玛亚王朝的统治者 沃玛亚被尊称为哈里发 亦为继承者 他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利和军事权威 沃玛亚王朝实行中央集权的统治 加强了政府的管理和控制 沃玛亚王朝时期 阿拉伯帝国的文化和学问得到了繁荣发展 伊斯兰教在这一时期传播迅速 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主要宗教 许多学者和哲学家在这一时期涌现 对数学 医学 天文学等领域 做出了重要贡献 阿巴斯王朝由阿布萨法赫成立于公元750年 他是阿拉伯帝国的一位高级军官 阿巴斯王朝的建立标志着沃玛亚王朝的结束 阿巴斯王朝成为了新的统治者 阿巴斯王朝的统治者被尊称为哈里发 继续维持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阿巴斯王朝的统治逐渐腐化 政府的官僚主义和腐败增加 导致了政治的动荡 阿巴斯王朝是阿拉伯帝国文化和学术繁荣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 伊斯兰教的学问在阿拉伯帝国达到了巅峰 众多学者和哲学家涌现 对数学哲学文学医学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巴克达成为了阿拉伯世界的学术中心 吸引了许多学者和学生前来学习和交流 沃玛亚王朝和阿巴斯王朝之间存在着正统性之争 沃玛亚王朝的支持者认为 沃玛亚才是真正的继承者 他是穆罕默德的亲属和支持者 应该是合法的统治者 而阿巴斯王朝的支持者则认为 阿巴斯才是正统的继承者 他推翻了沃玛亚王朝的统治 建立了新的王朝 是真正的哈里发 沃玛亚王朝和阿巴斯王朝 在政治和文化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沃玛亚王朝是阿拉伯帝国的早期王朝 其政治和军事实力较为强大 时期也是阿拉伯帝国的鼎盛时期 而阿巴斯王朝是阿拉伯帝国的后期王朝 尽管其统治下文化和学问繁荣 但政治动荡较多 帝国逐渐走向衰落 沃玛亚王朝时期 阿拉伯帝国经历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 政治统一 经济繁荣 文化繁荣 而在阿巴斯王朝时期 帝国逐渐陷入政治动荡和内乱 社会秩序逐渐动荡 导致帝国的实力逐渐减弱 沃玛亚王朝和阿巴斯王朝 是阿拉伯帝国历史上两个最为重要的王朝 沃玛亚王朝在阿拉伯帝国的早期 扮演了统一者和领袖的角色 成为了帝国的鼎盛时期 阿巴斯王朝则在阿拉伯帝国的后期出现 继承了沃玛亚王朝的遗志 继续发展阿拉伯帝国的文化和学问 沃玛亚王朝和阿巴斯王朝之间的争议仍然存在 正统性之争一直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个重要议题 不同派别对于历史上两大王朝的评价和认知有所不同 阿拉伯帝国是一个辉煌而独特的帝国 其兴起和发展对世界历史和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沃玛亚王朝和阿巴斯王朝 都是阿拉伯帝国历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共同构成了这个伟大帝国的辉煌历史 正是这个历史的辉煌和多样性 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和认识阿拉伯帝国 这个古老而神秘的文明 感谢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